是你的机具 艺术歌曲是由诗歌与音乐结合的一种音乐题材 它结合了优美旋律和人生两个最具有普遍感染力的音乐元素 在歌曲音乐种类中艺术歌曲是最具艺术表现性的 以其高品味高情趣和优雅成为艺术领域中一朵芬芳伟丽的鲜花 本期的艺人堂中我们请来了艺术歌曲歌唱家邱淑伟 诗书画学者李仁范以及节目编导张玲 一起来聊聊邱淑伟的艺术歌曲成长之路 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来到我们本期的艺术 邱老师这么多音乐的种类您为什么就是唯独选择了艺术歌曲呢 因为我觉得艺术歌曲首先是它比较独立 而且就是它的那个歌词往往都是诗歌特别美 还有在旋律呢又是跟诗歌就是配合特别好 等于是两者就结合特别的这个紧凑 就是非常吸引我 您说到这个诗歌啊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您比较喜欢有那种文化底蕴的这种这一类的音乐呢 很喜欢我很幸运就是能够去法国留学五年 这样子就是我身上具备了两种文化 当然是中国文化跟法国文化 所以当我在学他们这个法国文化的时候 在演唱这个艺术歌曲的时候 我可以带进去自己中国文化的不同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唱出来的歌里面也有中国的原始者 跟一般的西方人就法国人唱的这个艺术歌曲另外一种味道 所以说既有法国的那种经典的味道 又有中国的那种优秀的文化 也就是说这个艺术歌曲的话就是它的可塑性比较强 就是你能就是加入自己的一些内心情感的东西可以比较多一点 对这个艺术主要就是就是显示你的内心感受 还有你的这个内在这个生命的秘密 而且就是说我在演唱之前就是表述这些艺术歌曲之前 就已经是长期的积累和这个酝酿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世界的一个表现 所以在这个这个情感的长期的酝酿当中 跟你的阅历跟你的经历跟你的对于这些文化的吸收都是有关系的 那不知道李老师你有没有听过就是邱老师的现场的音乐会呢 给你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这个这个震撼 这个听他的歌曲 这个声音的共鸣 这个贯穿 这个这个非常自来 然后高僧区的那种那种完美的那种声音 这个听了以后 我他的音乐会 前一个阶段在上海音乐听的那个音乐会 我是从头走 一直听到最后 这个是一种显示 是难得的显示 与其说邱淑伟在演唱法国艺术歌曲 不如说是诠释法国文化 让人如同置身于法国简练而高贵的气质中 感怀诗意朦胧的抒情浪漫 这个我们听歌 有的时候听他的词了 我们是听他的音 听他的旋律 听他的这个发声方法 这个运 怎么运用 然后呢 我说不懂法文没关系 音乐艺术是全世界都通的 这个他根据他的 他的语言法文我一句都不懂 但是他的这个 说表达的内容 就像听诗歌一样的 这个很完美的这个流入 这个抒情 这种感受 这个是 带给你一种 不能用 唯美的感觉 语言来表达 语言已经是太贫乏了 只能说 这一天 上海音乐学院的那个 周小燕老师 也是的 从开采一直到做 可想而知 那这一场的话 就是您主要的表达的一个主题 或一个内容是什么 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他主要是以法国艺术歌曲为主 但是呢 这次音乐会也是我第一次尝试一个跨界的一个 做一次跨界的尝试 因为音乐会中加了五首这个法国二三十年代的经典的相送 比如说就有 也很完美 一个一个法国人在台上表演 这也很有趣 有一个法国人的演员懒颂这样子 像这一场就是说是在上海开 以往可能就是我在上海的这个独唱音乐会 会大部分的听众会是法国人 但这一场是大部分观众是中国人 而且我是发现就像是刚才李老师说的 其实就是说是对于听众来说 你不定要听得懂歌词 他主要是听这个音语的旋律 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给他们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意境 是的 他们从这意境中间体验这种感觉 体验那个另外的一种文化 对对对 那据我所知 近几年其实邱老师您回国之后 就是您还在世界各地 比如说上海啊北京啊巴黎啊 华盛顿纽约这些地方 开了很多的个人的演唱会 注就了很多经典的辉煌 那其中有哪一两场就是哪一几场 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你能够介绍一下 有最近的就是2012年的 就是我在巴黎北部城市的两场 那个相同曲目的独创音乐会 是跟那边的室内乐团合作的 其中一场它是在那个 圣马丁奥莱士 作为他们那个关于伦敦奥运会 100天倒计时 一系列庆祝活动的那个序幕 那据我所知 其实您之前在美国也办过一场 是在那个国会对吧 国会也有那个美国海军学院的 那个非常漂亮的教堂里面 对 这场音乐会是美国海军学院和海军学院乐团 一百多年历史上 首次邀请中国艺术家演出 邱淑伟在舞台上 优雅知性的气质 纯美自信的表演 倾倒了众多音乐人 外交使团 以及各国文化官员 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有一位既年轻 又优秀的艺术歌曲歌唱家 邱老师你现在回到了中国 那您有没有想过把中国的那个诗歌 跟一些音乐就是结合起来做一些中国的艺术歌曲呢 中国艺术歌曲有啊 中国二三四年代有一大批的这个作曲家 也是像我一样的经历去海外留学 回来之后 就是写很多 比如说黄字啊 萧有梅啊 赵元润啊 都是当时就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 写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艺术歌曲 都是非常成功的 对对对有 而且我现在就觉得 呃中国的艺术歌曲很美 还有就是说中国的经典民歌很棒 非常经典非常棒 我觉得这 这个是可以好好发发展发展 我觉得是完全是有听众的 完全有听众 就是用美声的方式去 完整的去诠释中国艺术歌曲 跟中国经典民歌 对 甚至于国外的艺术歌曲 因为东 就是我们说那个适当的用点 东方的元素去创 去表现 也很有味道 正如法国人爱美 更爱艺术一般 邱淑伟在不断增进声乐造诣同时 也畅扬在法语文学 绘画 书法等艺术文化的海洋之中 那邱老师 去我所知就是您现在就是也会写一些书法 我是特别喜欢草书 因为它的那个就是字跟字的这个相连的感觉 有声音有水的感觉 对 特别有点像是音乐旋律 对 特别有点像是音乐旋律 你会就觉得哇 它不能分开 分开看就觉得也很美 整体看就觉得更美 其实这就有一个节奏 艺术是完全相通的 对 不管书法也好 书法和音乐都讲做一个节奏 音乐也好 我们说书法的那个艺术 那种美在音乐里面也体现 我们说有一个线 书法强调的是线条 但音乐其实也要这个音乐一个线 对吧 然后一个节奏 音乐强调一个节奏 然后书法里面特别的草书 特别体现的就有一个节奏 所以说这个是完全是通的 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就是会这样做 就是也包括一些歌手 一些书法家 就是他们会把那个音乐和他们的书法相结合起来吗 这其实是一种形式 对 艺术家表现的 不管用歌曲也好 这是一种手段 不管书法也好 唱歌也好 把我的心声 把我的感受 把我所有表达的东西 通过这个载体表现成 我倒是觉得 我一直非常的希望 有一天我能够写一首很好的书法 但是我是觉得 任何一种其他艺术领域的尝试 都是提高你的修养 提高你的内涵 就对一个艺术家来说 其实艺术家还是非常贴近于生活的 他需要很多很多方面的元素结合 来让你就是说是 真正感受到就是 艺术既是属于很高雅 又是属于就是很接近民众 对 这样子一种相结合的东西 好 今天很高兴和我们的邱老师和李老师 聊了这么多 然后呢 很希望就是以后有机会啊 就是可以现场感受一下 邱老师的音乐的那种氛围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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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希望有最后一个李老师 谢谢你 邱淑伟 一首清清的诗歌 一曲优美的音乐 高贵而典养 邱淑伟 还会在国际舞台上 创造出许许多多次 激动人心的艺术圣典 让世界感受到中国 让人们感受到 它无穷的艺术魅力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